纯粹根源到底有多强 他喜欢变成物脸男的样子 不仅制造了马修 还用绘图转身 操控死去的老师打架 他和校长在大气层决战 纯粹根源一招杂瓦鲁多 想禁锢校长 校长使出空间魔法 切割掉所剩的空间 顺移到纯粹根源的身后 一招空间断念 将纯粹根源从眼前抹平 但下一秒 纯粹根源却现身在校长背后 校长大惊 完全不知道怎么躲开的 纯粹根源 挥护起摸法杖 将始终表刻在校长胳膊上 校长的半个身子被瞬间老化 即便如此 校长也丝毫不畏惧 他使出大招 空间断念切割 几十条七颗线包围住纯粹根源 不给任何他逃跑或施法的机会 七颗线消失于一点 校长累得气喘吁吁 这回总该消灭纯粹根源了吧 然而纯粹根源 早就跑到校长背后 校长这回是真的惊到了 纯粹根源的战略 远超他的想象 纯粹根源 再次把动十钟表 直接炸掉校长的手臂 就在纯粹根源自认为本音时 校长释放出神杖的全部魔力 竟然使出压箱底的绝招 空间魔法三节 时间一道强光掠过 校长就将纯粹根源 拖入灵域 并召唤出天空之神 乌拉诺斯 校长能几百纯粹根源吗 不就来讲一讲 OK 纯粹根源入侵魔法学院 马修和小伙伴英勇抵抗 塞尔大爆料 马修竟然是纯粹根源的亲儿子 纯粹根源正在钻研一个禁忌魔法 该魔法是将六个心脏合在一块 制造成一颗永恒的心脏 拥有无限生命 因此 纯粹根源制造了六个人造人 来作为培育心脏的容器 马修就是六人之一 纯粹根源就是来收回马修的 但马修呢 没有丝毫畏惧之情 对塞尔是一顿暴打 打算揍完塞尔再去揍纯粹根源 塞尔暴怒之下 释放出魔杖的全部魔力 居然造出了铁之神 就见他的魔杖变出四个刃轮 对马修是穷追猛打 堪比追踪导弹 危急时刻 马修闪现塞尔身后 一遭铁腕锁喉 擒住塞尔的喉咙 直接将塞尔憋晕了 危机与此同时 莱奥赶来之源 他是神角者之一 持有光之神杖 战斗力不容小觑 莱奥飞了两极总装赶到学院 他不着急加入战场 而是照镜子整理下发型 身为神角者必须重视一容仪表 突然 随行人员被禁锢住 悬在高空动弹不得 莱奥呢 一个急刹车停下来 避免重蹈覆辙 他这时才发现 学院外围被人设了时间停止魔法 闯入的生物都会被禁锢 不用拆 肯定是纯粹根源搞的鬼 莱奥因为自身魔力强大 时间停止魔法对他不起效果 因此顺利进入学院 他第一时间询问马修的情况 小伙伴让他别慌 马修正在旁边喝茶吃泡芙 刚就怕了敌方一名大将 莱奥啊 激动的为马修点赞 不愧是我看中的后辈 欧特让莱奥先别过得开心 校长正和纯粹根源决战 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莱奥急着要去增援 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决战的地点 这时马修表示他去找吧 说完就狂奔出学院 众人呢 只好将这个重任交给马修 欧特要审讯赛尔 想问出纯粹根源的真面目 没成想 黄沙竟然被防护罩挡下 紧接着 赛尔就被转移走了 众人大惊 肯定是赛尔的同伙干的 一定藏在附近 欧特去找敌人 其他人则留守学院 毕竟学院还有被禁锢的数千师生 如果敌人发动突袭 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一来 大家就被牵制在学院 只能寄希望于马修 尽快找到校长 同一时刻 校长正和纯粹根源在大气层决战 两人曾经师出同门 都是亚当培育的学生 亚当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魔法使 魔法教育就是由他建立的 包括魔法局 可以说 亚当一人奠定了魔法世界的格局 校长清楚记得 亚当老师的理想是 创造一个平等有爱的世界 他赋予魔法使的职责 正是保护天生没有魔力的人 只有身居高位的人 以正确的方式将世界引导向正确的道路 彼想世界才会实现 亚当老师离开人世后 校长继承了老师的意志 并始终牢记老师的教会 为此而努力奋斗着 但纯粹根源呢 认为老师的话是鸡汤 完全把老师的教会抛在脑后 为了追求更完美的形态到处做坏事 校长啊 对纯粹根源世纪愤怒又惋惜 两人一番激赞 校长不幸被炸掉了手臂 纯粹根源自认为稳赢了 只有割舍一切 只为自己而活才能成为最强 校长正是因为过于坚持保护同伴 放不下对弱者的同情 才会有今天的下场 校长呢 在这一刻想起年幼时的经历 那时的他性格懦弱 各科成绩全班倒数 没有人和他玩 因此 他封闭自我不愿意和外界接触 自认为是一个没用的人 同时对世界充满了憎憨 直到某天 亚当老师来到家里 一边给他讲有趣的故事 一边邀请他回学院 起初 他很排斥亚当老师 不准老师进他家门 结果老师来得更勤快了 即便刮风下雨 老师仍然会来 后来的某一天 校长啊 忍不住问老师为什么要这么执着 老师解释 我不能看着你掉入地狱深渊 校长开心地笑了 原来还有人在乎自己 从那以后 校长跟随老师认真学习 逐渐领悟强者的意义 那就是为弱者而战 如果只是为自己 抛弃一切同伴 那样只会走进地狱深渊 此刻 校长顽强地站起来 决心保护所有人到最后一刻 就见校长使出绝招 空间魔法三阶 将纯粹根源拖入异空间 并召唤出天空之神乌拉诺斯 异空间里释放的魔法是无法躲避的 A四周术理的领域 纯粹根源有点意外 校长受这么重的伤还能使出三阶魔法 不愧是亚当老师最看重的学生 纯粹根源尝试出招 果然被空间消除了 校长呢 让纯粹根源别想着逃跑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能逃出这一空间 我们身为亚当老师的学生 今天就做个了断吧 只见乌拉诺斯转动起魔法球 就在校长要发动攻击时 时间突然停止 校长和乌拉诺斯被瞬间禁锢 纯粹根源满脸不屑 我的时间魔法是无敌的存在 能够暂停任何空间内的时间 我才是真正的强者 纯粹根源使出一招时间箭鱼 铁剑击穿校长身躯 时间正常流转 校长啊 顿时倒地不起 然而意外的是 乌拉诺斯还在赚魔法球 纯粹根源一惊 施法者受了致命伤 魔法应该会停下 校长自信一笑 因为我将所有魔力给了乌拉诺斯 即便我正忙了 乌拉诺斯仍然会攻击你 纯粹根源呆了 校长是想和我同归于尽 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做到这个份上 校长表示 是为了魔法世界的未来 那些拼命守护同伴和家人的学生 日后会是新一代的强者 他们会引领魔法世界 走向更正确的道路 希望的火苗 绝不能被任何人熄灭 随后 乌拉诺斯发动全力一击 巨大的冲击波遮蔽整个天空 大家都看到了 明白校长使出了压箱底的大招 冲击波消失后 校长已经无力再战 他心想 纯粹根源就是在抢 也挡不下乌拉诺斯的全力攻击吧 然而校长刚一抬头 就看到纯粹根源 毫发无伤的悬在空中 校长啊 彻底傻眼了 难道纯粹根源用时间魔法 把冲击波回溯了吗 这也太强了吧 纯粹根源再次发动时间剑鱼 校长单凭一只手 根本挡不住 筋骨被击穿 手中的神杖被打飞 纯粹根源抓住校长 决定亲手送 这位曾经的自由去天国 校长发出感慨 看来我看不到魔法世界的未来了 但只要马修他们在 未来就一定更美好 就在校长要认命时 马修一个飞梯 做得纯粹根源直接毁容 马修成功就吓了校长 校长又惊又喜 我就说邪恶绝不会战胜正义 马修记起一件事情 当初入学时校长曾问他 如果日后遇到一个超级强的敌人 你有勇气去对抗吗 此时此刻 马修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不仅有勇气对抗 我还会痛做他一顿 马修成功激怒了纯粹根源 他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危机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片是物理魔法师马修 第二季的第十期 本期问题 大家喜欢进攻性的魔法 还是防御性的 选进攻性的Cos1 选防御性的Cos2 为了选进攻的 正所谓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只要把敌人通通走拍 就不需要防御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为了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